师徒俩耍心机,王一博无法吃下包子,意外逗笑全场。 看到王一博上热搜的话题,居然是耍心眼,打开一看就笑开了花, 真是愈来愈展现出他的搞笑天赋了。 王一博拍戏的过程中居然能够让人忍俊不禁, 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一个喜剧人吧? 说王一博是高冷,那是被外表给误导了,实际上他是个小可爱。 他给人一种小甜椒般的反差感。 热烈的拍摄花絮终于公开了, 其中有一场王一博语剧中的教练黄博一起吃包子的戏份。 据说他们要拍摄十几条镜头,当王一博听到这个消息时, 他一脸无奈地表示自己可能吃不下那么多包子, 因为一场戏要吃两个包子,如果拍摄十几条, 那就得吃个二三十个了,他估计会吃得太饱。 说完这句话后,王一博还害羞地笑了起来。 这个花絮让人看到了他天真可爱的一面。 没想到在拍摄过程中, 王一博和黄博两人吃的已经撑得不行了, 可导演却没有喊停,反而要求他们继续演下去。 就在这时,黄博顽皮地推了一下桌子上的包子, 让他们滚到了王一博的面前, 然后开玩笑地说了一句,吃包子。 王一博听到黄博的话后, 抬起正在进食的脸, 表情震惊之后迅速变成了微笑。 他拿起筷子,夹起一个包子, 然后对黄博说, 教练,你也多吃点。 黄博听到王一博的回应, 立刻笑得和不拢嘴, 这种师徒之间的默契和调皮的互动真是令人捧腹大笑。 整个片场的工作人员都被他们的表演逗得开怀大笑。 这个热烈剧组充满了欢乐和喜剧的氛围。 王一博和黄博的耍心眼场景不仅让人捧腹大笑, 而且在热搜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 这个剧组的氛围确实让人感受到了欢乐和幽默, 有这么多喜剧人才聚集在一起, 无论是在拍摄过程中还是在剧组内外, 都难以抑制住笑声。 王一博在娱乐圈中以其朴实和不善言辞的形象而受到喜爱。 他的表达方式简洁直接, 一句话常常能够击中要害, 让人哑口无言。 这次与黄博的互动也展现出了他的独特魅力。 王一博与黄博的组合让人期待,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, 无论是在戏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, 他们的交流都让人感到愉快和欢乐。 黄博在现场大谈自己辉煌的过去, 提到了王一博这个年纪时的特技表演, 称自己曾经能够倒立转头, 甚至转了十几圈, 因此被人戏称为大钻头。 这番话不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笑声和掌声, 展示了黄博幽默风趣的一面。 这样的自嘲和调侃也增添了节目的欢乐氛围, 让人们更期待他们之间的搞笑、互动和化学反应。 听到黄博的夸张自夸, 王一博忍不住哈哈大笑, 并回应道, 如果真的是那样, 那我的发亮不应该这么好啊。 这番回答更加展现了王一博的幽默和自信, 他以风趣的方式戳穿了黄博的夸张言辞, 同时展现了自己对自身形象的幽默态度。 这样的互动不仅引发了观众的笑声, 也增加了现场的欢乐氛围。 王一博的幽默天赋确实让人印象深刻。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, 他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带给人们欢乐和笑声。 他的言辞幽默, 机智的回应让人不禁感叹他的喜剧天赋。 王一博不仅在音乐和表演方面有出色的才华, 他的幽默感也让他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。 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 始终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魅力。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幕后花絮中, 王一博的幽默总能给人带来惊喜和欢乐。 热烈这部电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让人们对他充满了期待和期盼。 作为王一博在2023年的第三部作品, 这部电影将展现他在舞蹈和表演领域的才华。 街舞电影的题材常常能带给观众无穷的激情和正能量, 因此对于王一博的青春励志表现也充满期待。 而更令人期待的是他的笑容, 因为他的笑容总能带来阳光和快乐, 让人们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美好。 希望热烈能早日上映, 让我们一同享受这部电影带来的欢乐与感动。 在上海电影节闭幕式上热烈作为闭幕片展映, 收获了广泛的赞誉和关注。 很多观众表示, 电影中的剧情令人激动, 并且被王一博在片中展现的笑容所吸引。 这也让人们对王一博的多面表演能力刮目相看, 他以前的裤盖形象被笑容所打破, 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。 王一博笑起来的甜美与吸引力, 使观众更加喜欢他的表演。 热烈在闭幕式上获得如此好评, 必将引发更多观众对电影的期待, 并进一步推动其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 王一博在热烈中的笑容频繁而自然, 展现出了与以往形象不同的一面。 他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接近生活的角色, 摆脱了之前被认为高冷的形象, 展现出更加真实和自然的状态。 他时常带着笑容, 这与剧中角色所经历的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他的笑容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他的喜悦和快乐, 也表达了对生活坎坷的积极态度。 这种反差让角色更加立体, 也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, 深入感受角色的成长和情感变化。 王一博在热烈中的笑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, 也为电影增添了更多的生动和活力。 电影热烈确实是一部充满励志的青春清喜剧。 其中的场景设计和情节安排都能够引发观众的情绪激动。 尤其是三场街舞对决, 它们不仅是剧情的高潮部分, 更是整部电影的情绪高点。 通过街舞的对决, 角色们展现了它们的才华、激情和团队合作精神。 这些场景让观众们仿佛置身于热烈的舞台上, 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舞蹈的激情。 同时, 这些场景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信息, 激发了观众对青春梦想和努力奋斗的热情。 整部电影通过充满活力的舞蹈场景, 营造出一种澎湃的情绪, 让观众在欢笑和热血中得到启发和鼓舞。 热烈汇集了众多优秀的喜剧人才, 包括黄博、小月月、小沈阳等, 她们的加入确实为电影增添了无限的笑点和趣味。 与王一博这位多才多艺的艺人相结合, 更是让人期待效果十足的表演。 在电影院里, 观众们将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些喜剧人的精彩表演, 享受到笑声带来的愉悦和放松。 无论是喜欢王一博还是喜剧明星们的粉丝, 都不容错过这部充满笑料和欢乐的电影。 相信观影后, 笑声和欢乐将会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。 所以, 如果你想体验一场轻松愉快的电影之旅, 不妨选择热烈, 在电影院中与笑声共舞吧。 当黄博、 小月月、 小沈阳等喜剧人才与王一博这位多才多艺的艺人相聚一堂, 将喜剧元素融入热烈这部电影中, 无疑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料不断地视听盛宴。 他们的默契配合和精彩演出让人捧腹大笑, 每一个笑点都触动了观众的笑点, 让人忍俊不禁。 王一博以他与众不同的魅力和幽默感, 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喜剧天赋。 他的笑容和笑声仿佛是一股温暖的力量, 能够瞬间融化观众的心, 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快乐。 热烈作为一部励志青春喜剧, 不仅让人们笑破了肚皮, 更通过幽默的方式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 这部电影将笑声和情感融为一体, 给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正能量。 对于喜欢喜剧和王一博的观众来说, 热烈绝对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佳作。 相信在观影后, 大家会留下满心欢喜和难以忘怀的笑声回忆。